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家华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炮火不断 引发国际反战声浪 欧洲议会邀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以视讯发表演说 泽伦斯基坚定表示 乌克兰立抗俄军并争取入欧盟的决心 支持乌克兰的欧洲议会议员及乌克兰民众 也齐聚议会外广场声援乌克兰 呼吁俄罗斯总统普廷立即停战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乌克兰数个城镇遭炮火摧残 造成平民死伤 国际间祭出各个手段制裁俄罗斯的暴行 也为乌克兰声援 欧洲议会日前邀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以视讯发表演说 泽伦斯基在演说中强调 乌克兰正为了自己的土地和自由而战 掩护与欧盟接纳乌克兰 我们只是 бор温为了我们的土地和自由 没有你们 Ukraini 而是愉快和了 我们证明我们从我们任何力量 我们证明我们在3个臂上 为了声援乌克兰 欧洲议会议长梅特索拉 也在议场外广场发起集会 支持乌克兰的欧洲议会议员 以及乌克兰民众齐聚 收持旗帜标语高深反战诉求 梅特索拉承诺欧洲议会 将是乌克兰的盟友 欧洲议会合作出 停止战争 普京停止战争 我們必須安靜 烏克蘭與俄羅斯紛爭起於烏克蘭積極爭取進入北約及歐盟 日前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正式申請加入歐盟 歐洲議會也給予正面回應 呼籲歐盟機構盡力授予烏克蘭歐盟候選國地位 並要求歐盟對俄國實施更嚴厲的制裁 主要社記者唐佩軍布魯塞爾報道 俄羅斯軍事入侵烏克蘭 聯合國難民署表示已造成數百名平民死亡 一百萬人流離失所 烏克蘭駐印度大使館日前在新德里舉行燭光祈舞儀式 包括了葡萄牙 波蘭等多國駐印度使節都前來參加 為傷亡者祈禱 期盼和平早日來臨 獻上鮮花 點亮燭光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已造成數百人死傷 數十萬人流離失所 烏克蘭駐印度大使館日前舉行祈福儀式 現場擺滿民眾帶來的鮮花和布娃娃 牆上也貼著呼籲俄羅斯停止侵略和象征和平的土化 祈福儀式上 多位歐洲駐印度的外交使節也前來參加 很可憐的傳統 祈福儀式上 多位歐洲駐印度的外交使節也前來參加 祈福儀式上 多位歐洲駐印度的外交使節也前來參加 貧客手持蠟燭合影表達團結 也點亮地上 還稱Greve悲痛字樣的白蜡燭向王者致哀 祈福儀式上 無法反諱 利用企务使用的爆炸 变成的提供 以姿意暂停 在使用上的地上 的变成多了 这是对中国的880人的规定 法案的广大会 他们扨的人 他们扨子 他们扨车暴看 他们实际上应该被逐測 由于地缘政治 印度长久以来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 加上印度有六成的外购军事设备和技术来自俄罗斯 并且需要俄罗斯协助与中国巴基斯坦抗衡 及维护印度在阿富汗的利益 因此俄罗斯这回入侵乌克兰 不仅没有见到印度政府谴责俄罗斯 也没有出现太多民众的抗议声浪 庄社记者零行舰新德里报道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民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的怒动 印度年度盛世师婆节登场 大批信徒涌入庙里欢庆 当中最特别的是会饮用大麻叶饮料 大麻在印度被列为管制品 不过大麻叶和大麻籽可以合法贩售 由于神话故事中 师婆和大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此在师婆节上 印度民众享用大麻叶制品 成为很常见的传统 来看庄社特派记者来自德里的报道 印度寺庙前大牌长龙 信徒们带着贡品 欢庆一年一度的师婆节 师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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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婆是印度三大神之一 师婆节是她的结婚纪念日 许多伴侣在这个日子来祈求爱情长旧 由于师婆额头上有第三只眼 师婆是印度三大神之一 普遍被认为是二郎神养俭的原型 在印度神话中 师婆曾为了阻止天地毁灭 喝下毒药 随后她的妻子用大麻药 为她减缓毒性 成为一段假话 这段传说 使得师婆常以抽大麻烟 吞云吐雾的形象出现 师婆节上部分信徒也会把大麻叶 做成烟来抽 或者磨成粉末泡入饮料中享用 庆祝这场年度盛事 中央社记者林兴健得理报道 台铁老列车改造的明日号观光列车 2020年底起航后引发话题 是国际间第一个将老列车 改造成观光列车的案例 最近又再次升级 与饭店业者合作 把五星级餐厅的佳肴搬上列车 要带给民众移动的美食旅游饗宴 您好 这边帮您准备今天的主餐 那我们今天准备的是 美国的五股牛小牌 顶级五股牛小牌 鱼港直送新鲜生鱼片 搭配花冬出产的紫星地瓜甜点 五星级饭店佳肴上桌 但地点不在饭店 而是在火车上 由台铁举光号70年老列车改造的观光列车 明日号最近升级 打出移动的五星餐厅口号 要让旅客在铁道旅行中 也能平稳享受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明日号的服务是五星级点的 很高级的服务 而且好吃的台湾特色的料理 然后欣赏台湾的美丽的风景 感受到很特别的台湾的旅游 只不过火车行驶过程中难免摇晃 如何避免酒水洒出来 菜色摆盘又该怎么设计 连餐具选用都藏有巧思 这个酒杯一律要使用高脚杯 那酒的这个倒的这个杯 这个倒的这个高度到底是多少 事实上在移动过程当中 摇晃的时候不会溅出来 那包含着服务人员 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那倒酒或者是端菜 那是否在移动在晃动过程当中 会影响到这个餐食或者是酒 这都非常重要 前制作业在饭店 我们制作的时间要花三到四天的时间 那整个流程来说的话 安排上前制作业 我们尽可能是把前制作业在饭店完成 那因为在车上我们就是做 最后的一个加热的动作 明日号比照国际观光列车标准 也兼顾宝岛特色 包括车厢内部设计和餐点食材权 都充满台湾味 营运初期主打一到两天的行程 最便宜的一日游要价超过一万五千元 主攻顶级国旅市场 期盼在疫情下冲出新商机 台湾的美食 台湾的铁道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行销元素 那么今天明日号的明日餐车 就结合了这两个最主要的元素 个人认为 就是我们疫后行销的一个推广的亮点 观光列车结合美食饗宴 在国外行之有年 台湾如何做出在地特色 准备好疫后行销 也备受考验 欢迎来到明日厨房 中央社记者和黄军张雅婷 台北报道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 以及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佳华 我们再会 中央社记者和黄军张雅婷 中央社记者和黄军张雅婷 中央社记者和黄军事计划 添加 mill Mỹ 中央社记者姐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